執達主任執行旺角尼敦道禁制令,不過一開始就已經出現混亂,大批防暴警察隨即介入,清除路障及拘捕示威者,最少有32人被捕,包括學聯副秘書長岑奧暉,同學民司潮召集人王子鳳 去到晚上,銀行中心附近,再有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 在晚上7時前,一派市民在彌甘道近鑽銀行中心,不滿警方以有人不惜為理由,帶走了一個人 同警方理論,雙方對視無奈後,情況混亂 有人被警方制服 大批持有防撥裝備的警員就到長征門,有人企圖爬上港鐵站頂,但被多個警員扯回來 再被多個警員逃走 情況一度混亂 警方舉起紅色警告牌,警告市民不可以在此聚集 Progress communications 我們再看看現場最新的情況 就是再發生一個混亂 我們看到警員在追趕著一些人 我們嘗試叫叫現場記者束智欣 束智欣現場再發生什麼事 現場暫時這個位置位於山東街 和銀行中間那條尼登道 就是一個金行對出的位置 暫時現在眼前都見到 那個行人路都已經可以開通 而警方都不時作出呼籲 就是叫視頻不要在這裏停留 我們都見到大概一分鐘之前 我眼前這間金寶 這間首飾珠寶店 都是特別原本有開門做生意 但是現在都已經看到是下閘了 我們在畫面見到 有一個人是暈倒了 是一個中型的婦女 剛才陳水就比較激動 好像哭了 然後就暈倒了 現在有幾個警員在現場看她的情況 而且旁邊就圍了很多病ニケlar 暫時都未在那裏 為什麼她會躺住 給他一點保護他 麻煩 你救了 你救了 警員嘗試把在這裏圍著的人鋪開一點點 也有警員在向他了帶的情況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跟進旺角的最新情況 說回警方日間協助執行尼敦道禁制令最少抓了32人 並且清走不屬於禁制令範圍的路障 尼敦道下午恢復全線通車 警方說兩天來在旺角總共抓了148人 劉錦輝報道 朝早10點 戴上頭盔的警察 由四方八面 進駐尼敦道 一批警員負責拆走最前排的障礙物 另一批警員集中制服佔領人士 有示威者被警員扯掉口罩拉出馬路 有人被按起欄杆再拉出馬路 在馬路上的學聯副秘書長陳奧輝和一班佔領人士都被警員制服 陳奧輝雙手綁上索帶帶上檢車 請問連黃浩銘和賀文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一齊被捕 陳奧輝雙手綁上 另一批警員的防線就不斷向前推進 任何人包括記者都不可以逗留 警方專責移除部隊和服裝警員 一方面分隔示威者一邊插帳 警方在清理障礙物期間一路將防線推前 又說為免發生危險 叫示威者向尖沙咀離開 消息說警方在旺角出動4000警力 協助執行禁制令 由雅加路街開始 原尼敦道拆走帳 警員一直向南行 拆走帳幕 消息說警方退到最後防線 登打時間的卡把埋鐵馬鎮 警方不讓他們接近路障 到中午完成清除禁制令範圍的障礙物 警員在登打時階捉起防線戒備 警方介入前一隊有聲稱的士團體的代理人 清除路障 期間有人情緒激動 用力氣指向佔領人士 反被執達主任制止 王曉瑩報導 連續第二日有執達主任到旺角 行動之前先在尼敦道和阿加路街交界的路障 宣讀禁制令 30分鐘後 展開清除障礙物的行動 請遵守法庭的命令 立即離開 他們沿著尼敦道分四次宣讀同樣的內容 我們是司法機構 期間被示威者質問 我們這幾位是否障礙物 你們沒有說清楚 又佔領人士自願清除部份的帳篷 學聯、學民思潮等成員 就留守在近阿加路街最前排路障前面 大半個小時後正式行動 百多個戴紅帽、穿白衣 聲稱是的士團體的代理人 走近路障一字排開 有工具、有介裝在手上,向前行 先開始,戒斷綁住鐵馬的索帶 大紅帽的人分批拆走不同路障 當中有反占中團體的成員 包括綠色和諧大聯盟成員 吳宗榮 用大鉗拆開卡板 逐快搬走 大批警員從後戒備 期間同志民人士有口角 並有人舉起離棄 執達主人鶴亭 勸於戴紅帽的人士吞喉 結果他們行動不夠幾分鐘 已經改由警方介入 進駐到牢像前面 有線電視機就在王軒 今日被捕的人當中 有20多人被扣留在葵聰警署 當中包括岑武輝和黃之鋒 有義務律師為當中16人提供支援 他指除了岑武輝 只是涉嫌刑事藐視法庭一項罪名之外 其餘人都涉嫌妨外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和刑事藐視法庭兩項罪名 部分人投訴遭不禮貌對待 或者警方使用過分武力 至於警方昨晚被驅散 柏蘭街示威者引發的警民衝突 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凌晨 衝突範圍也擴散到附近多條街道 去到渡船街 陳婉庭報導 一場混戰在柏蘭街揭開序幕 警方發出警告之後 私放催淚水劑 又出示紅旗警告 又示威者衝上前增援 警方多次噴催淚水劑 向油麻地方向推進 將示威者迫退到長沙街 轉回到彌敦道 大約九點多 戰線轉移到山東街 警員再次出動催淚水劑和胡椒噴霧 將示威者推向新田地街 多人被制服 馬路受阻 多輛汽車停在路中心 過幾小時後 有示威者再轉移陣地 衝出渡船街 將鐵馬和救家師放在馬路 促成路障 幾個交通警趕到現場 試圖將路障移走 期間將圍欄拋向旁邊的示威者 有示威者將賬外賣放在馬路 與警員對罵 大約十分鐘後 大批警員趕到增援 到午夜 近尼敦道的一段山東街 又再發生衝突 示威者重新駕設路障 警員揮動警棍驅趕 混亂期間又警員受傷 雙方對峙到凌晨兩點多 幾十個示威者排成一行 向波蘭街方向推進 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有示威者向警員扔東西 遲續約半小時後 氣氛稍為緩和 有線電視機就在陳婉庭報道